郭文貴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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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個問題是他的頸椎和腰椎 經過核齒共振檢查以後 發現可能是退化性關節炎 就是骨刺 他每天都非常痠痛不看 脖子也非常痠痛 他的左腳髖關節只要持續站立十幾分鐘以後 就會產生痠碼 非常難過 他也都過兩星期的江湯 好像都覺得很嚴重的 喝江湯能不能解決體傷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在小車子特別有提到 有些人喝了甚至更不舒服 喝了更加頭痛嘴巴破有沒有 那就是體傷沒有揉開 所以像這種情形 你一定要怎麼樣 先把體傷揉開 然後再溫敷就有效了 好不好 所以為什麼要照原始點 真正要學好一定要怎麼樣 觀念清楚還要把手法怎麼樣 念到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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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